先休息一下 同时我们也在把刚刚带来精彩好歌的沙彩虹 一起请回舞台 好不好 来 欢迎两位 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刚刚在台下见了 你怎么这样猜 好久不见 好 好久不见 是不是 那这边要不要跟我们好久不见的粉丝 我们也打出招呼呢 哈喽 各位雪碧酷爽音乐节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小七 赖美云 哈喽 正在观看雪碧酷爽音乐节 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梦杰 好 欢迎两位 刚刚我有看到很多的评论都在说 哇 我要小七 我要小彩虹 一直在给你们呐喊 所以说很多粉丝很关心 我们近期的安排和计划 好不好 先来交代一下 最近的话是我今天刚好是我第一部女主戏 我的女主别太萌的收官之日 对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我的首张个人专辑出发地平线已经发行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在QQ音乐可以听到 哇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让大家见证到电竞小七的一个综艺节目 马上就要上线了 对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电竞小七 哇 电竞小七 好的 那我最近的话就是 我觉得我最近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把我的手机如果能找的话先找回来 是手机丢了 对 手机丢了就算了 就是我的卡也没有办法补回来 所以我现在我都联系不到我的朋友们 但是我把微博找回来 就是所以如果你有事情找我的话 可以先找我 可以先找微博 微博私信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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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正在播的一个剧呢 叫做《暗格里的秘密》 然后他现在才播到一半吧 就是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谢谢 好 正在热播当中啊 所以说我们这边呢有综艺有音乐 还有我们正在热播的影视剧 大家赶快多多支持起来 支持我们小七 支持小彩虹 那刚刚呢其实我们有说到很多观众 正在观看我们的表演 所以说我们要再次提示一下各位了 在八点 八点半 九点 点击屏幕右侧弹出的雪碧图标 就可以轻松盖着同款雪碧 喝口透心凉的雪碧 唱出可释放的音乐 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由 我们兰蔻制装粉底也大力支持的 也让我们的放肆嗨玩 无惧脱装 这个夏天越热越热爱 那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最新的动向 对不对 那两位呢其实是很久没见吗 也没有 也没有吧 明明昨天不是才见了吗 一个是昨天见了 然后第二个彩虹是我家麻将常客 前段时间吧 还有 就是我们最久不见也不会超过 就一个月怎么着也会见一次 是的 对对对半个月一个月这样 那你们在这个牌桌上如果玩累了渴了会喝什么 雪碧 好巧我也是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可能是喝加冰块的雪碧 那你很会 这边我们有准备 那我喝这个吴唐依然透心凉的雪碧 那我就喝你旁边 说到吴唐 因为我感觉两位的这个身材管理都特别好 所以说是不是生活当中也会有意识的控制一些这个糖分的收入 像是我每次产饮饮料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喝灵堂的 灵堂的 对 嗯 我也是 对 就是 嘴饮上来的时候就喝一点就是 无糖的来让自己过过瘾 因为我觉得两位已经很甜了 就是本人就已经很甜了 所以说就不需要额外的一些糖辅助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沉浸式的一个音乐节 所以说我们特别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说呢 首先今天雪碧酷场 雪碧酷场音乐节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 非常就是 特殊的一次 有意义的一个舞台 对 然后呢 也感谢大家能够在直播间然后支持我和支持小彩虹 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最近能够注意防疫 然后身体健健康康 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对 是的 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在下一次舞台上跟大家相见 是的 然后还有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就是不管你是在室外还是室内 就是 保护好自己的那个手机的安全 就是不要看那个看太入迷了之后 磕一下呀碰一下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不光要保护好自己啊 保护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 那其实刚刚我在台下的时候我偷偷有跟那个小彩虹说我说是你们的团粉 真的你们的 那我们团粉的那个名字叫什么 你刚刚跟我说了 对啊你看你记不记得 但是你们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啊 认证了 对啊是真的会唱啊 对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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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刚刚有看到很多这个评论区就有说想看两位啊重新来跳一下创造101的主题曲 可以吗可以圆梦吗 哎怎么办我忘记了 你还记得吗我刚要问你忘记了那我也忘记了 那我们就看身体记不记得 那我们就跳跳看吧 好啊那我们就跳跳看 那现在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 哇大型这个圆梦现场啊很多朋友都想看两位来重新跳一下我们的创造101的主题曲 来朋友们音乐准备 一 二 三 哇 好 两位回到我们这个DJ台还记得 还记得 所以说音乐一响起来那个肌肉记忆就回去了 是不是 看了一下还记得 你刚刚还是不记得 我刚才还是偷偷的看了一下彩虹的 啊 就我们身体本能反应就是不会忘 对啊 肌肉记忆了 肌肉记忆 哇刚刚看到很多人在评论区说过瘾了啊也轻回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啊 未来还会有更多好的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综艺作品给到各位 那今天呢其实不光要把我们创造101的主题曲作为礼物送给大家 还会有我们的大礼包啊 我们的礼物要回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 线上抽奖的福利环节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打出冲进盛下 加上自己的QQ号码 我们将会截屏抽取五位啊 五位正确打出口令的观众 获得QQ音乐提供的会员年卡 雪碧的全年唱音卡 雪碧的全年唱音卡 以及雪梦节赖美云的签名照片 是不是很丰富 对不对 太丰富了 好 福利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到15个数字来截屏 好不好 好 好 来 倒计时 3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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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哇 恭喜我们的五位朋友 嗯 也接下来两位 彼此看对方的这个眼神 画面啊 好 那我们稍后呢也会联系到我们的获奖观众啊 大家不用着急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 因为 其实唱完了我们这个主题曲 对然后呢也送出了大奖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的粉丝再送上一些语言上的祝福 好不好 很多人一直在给你们打call 韩加油 嗯 小琪先来 我还在思考 因为我其实跟粉丝最常说的话 是希望他们能够照顾好身体的前提 前提下 然后再来 再来喜欢我们 我觉得这都不迟 因为我觉得身体首先是第一位 对 然后开心也是第一位 然后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健健康康 对 好 那你们两位哦 每天就是快快乐乐的追星 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支持我们 就最大 是我们最大的小小心愿吧 嗯 最大的心愿 好 也希望我们最大的小小的心愿 就比较浪漫 小小心愿 然后又很大 就是那种 嗯 嗯 就是要反正就是健康开心嘛 对不对 是的 那我就代表粉丝把这两瓶雪碧送给你们 好不好 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清新开心而且健康 谢谢小气 谢谢小彩虹 谢谢两位咯 谢谢 谢谢 好 好 我是你的赖美云的粉丝 一个小面包 好 ok 小面包 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另一位粉丝 好的 我们两位非常可爱的粉丝啊 已经跟大家打完招呼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 两位 你们不仅仅能够只是隔空时爱 刚刚呢我们的文辉也说过啊 我们将要和嘉宾一起来完成一个大的挑战 那么这挑战到底什么呢 我们先不说我们卖个关子啊 我们稍后的有请文辉给大家来一一介绍 我要问一下你们 来和一起我们自己喜欢的人玩一个大PK 你们期待不期待 期待 大点声期待不期待 期待 期待 好 那么接下来摩拳擦掌赶快准备起来 那么具体我们和嘉宾们一起玩什么样的挑战呢 要有请我们的主会场的文辉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我们旁边的小气跟小彩虹一直在想说 哇 好神奇 这个第二现场在哪里 我告诉你无处不在 对 无处不在 这就是我们沉浸式的这个体验 所以说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PK的规则 前方赤巨姿我们有一个这个分贝仪 分贝仪呢就是来检测一下我们的这个声音的大小 那其实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让两位来试一下 也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样 好不好 我们就用这个分贝仪呢来喊出我们今天的口号 冲劲盛夏痛快解渴 我们一起吧 一起吧 可以一起试一下 冲劲盛夏痛快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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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稍等 你好 这次98.6分 98.6分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规则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比拼我们的这个声音够不够红亮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比赛规则 那稍后呢我们跟分会场的观众进行PK分别从雪必酷爽夏日 这六个字当中选出一个字唱出带有这个字的歌曲可以是谐音 那分贝值高的这一方就会获得胜利 如果观众胜了的话你们就可以提出一个心愿 我们两位将会为你们完成 好 有没有信心 有吗 有吧 有 有 有信心 有信心 谢谢 谢谢这个 信心满满 毫无信心打气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 那我们看一下在分会场的他们有没有准备好呢 我们先让观众来展示一下他们的能量好不好 先让观众来挑战领兴一下分会场 好的刚刚两位嘉宾啊他们的表现已经让我们感受到压力山大了 分支还是很高的 那么接下来的时刻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两位观众两位粉丝你们能否显现出来 那对待这次挑战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那么此刻你们可以选择出来你们想要选的关键字 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唱的是赖瑞云首端出发地平线的练语四季 哦 好的来让我们一起期待啊请准备 开始 那么冬天的雪就像是春天回开的十年 哇哦 超越了超越了 107分 现在我们观众队拿到的最高分值呢是107分 我们来期待一下两位嘉宾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让我们把现场再一次交还给文辉 有黑幕啊他们怎么轻轻松松一喊就100多分 所以两位你们想好自己要哪个字了吗 我想好了我要用夏日的夏字夏日的夏对啊 好我用雪碧的B字好雪碧的B那我们先让小七来试一下夏日的夏你唱哪首歌 温南老师的夏天的风 好夏天的风准备哦 来三二一 可以吗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 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 没有跑掉 没跑掉就是高了一度而已 对 没有我们是高高高 只是高了一度然后分数没有那么理想而已 不是我们就是高高的唱的 90.1 没关系但是好听对吧 我们不跟他们比这个音量 广高的唱其实也没问题 对 只是因为你要唱响嘛 所以其实是要音量大不是音调高 音量要大 音量要大 好 接下来是小彩虹 好的 我唱那个宋别 宋别 好准备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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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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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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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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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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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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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两位也很可爱 对不对 对 很可爱 好 那最后两位有没有什么像我们这个分会场的两位粉丝 还有更多更多 虽然说未能露面 但是也在我们直播间一直在支持两位的粉丝说的呢 唱得不错 唱得不错 对 很棒 唱得不错 长点心吧 感谢两位别开生面的祝福 谢谢两位 辛苦了 谢谢 拜拜 休息一下 拜拜 谢谢我们的分会场 如果我们屏幕的右侧出现了我们的雪碧的图标 赶快点击它们就可以轻松get同款雪碧了 哇 好有心 都把我们的雪碧带回了舞台 看来大家今天真的是酣畅淋漓 有爽的 好 欢迎你们 那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今天 今天首场我们的酷霜音乐节到这里就即将接近尾声了 好 非常感谢我们每一位在直播间 每一位在我们分会场守候的观众 接下来我们大家要不要一起打开雪碧 我们一起为音乐干杯 好不好 好 来朋友们 干杯咯 夏天快乐 音乐万岁 谢谢 好我们大家可以往前把我们的雪碧举起来来一张合影 好不好 看一下前方 谢谢各位 谢谢每一位守候在我们直播 前端的各位朋友们 再次感谢大家咯 谢谢 我们现场的朋友要不要来点欢呼声 快解渴 本次酷爽音乐节 特别感谢蓝扣持妆粉里衣的大力支持 让你放肆嗨玩无惧脱妆 好